军季全体五节人参与今天的五节集团年终聚餐 各位贵宾与许多新近同人还不太了解五节人年终聚餐的由来 其来由是因为34年前郑五节发迹于西屯的水决头 每年农历的6月18日是在地的永安宫 也就是三府王爷的庆诞 夹杂着民间的传统与传承 这天都会举办五节人年终聚餐 随着我们搬迁到工业区新厂 因为地缘属性渐渐将这个坚持传统的五节人与民间传统结疏远 有时也把时间稍作改变配合五节人的作息 但是维持追根溯源保留传统的精神仍然不变 今年8月1日正是五节人第35个年头的开始 五节人的龙腾计划最初的思考核心 应该追溯到最有智慧的六董张正榜先生 三年前由赵明营业部的成立 蒙发我们资源整合的构思 2012年更由现任董事长张浦潮先生大力倡导 龙腾计划与十全十枚计划 让整体五节人转型 也因为这个五年十倍成长的目标 成立非泰普Fightout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让我们五节人连接了非常多的资源 举凡大陆科捷企业的食物联盟 透过互相交流来往与信任 延伸出大陆整体二十多个实体的销售点 并在2012年5月10日的北京起重基站 正式与科捷企业共同实际启动龙腾计划 引销大陆的时机 业绩也由年初的一张订单35部天车 到最近的一张订单50部天车的成长 造成厂务日业赶工的荣景 2012年6月18日 更与福建之福州市正式签订了两岸合作的意象书 而为落实大陆与全球业务之扩张需求 扩编了营业本部并成立大陆营业部门 由资深的李茂章经理负责统筹与协调 而在大陆产品营销台湾方面 湖南长沙的中联重科 形成台湾业务总代表处的结盟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建筑工程、能源工程、环境工程、交通工程等 基础设施建设所需重大高新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 是一家持续创新的全球化企业 公司于2000年在深交所上市 2010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资本额为人民币77.06亿元 员工3万余人 2011年公司下属各经营单位总销售收入近人民币850亿元 在全球全调机械行业排名第二大 中联重科成立以来 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65% 为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工程机械企业 与中联重科结盟将是非泰普集团扩展国际的有力支持 农能计划之核心诉求在环保安全与健康 以文化与生活艺术为核心的十全十枚计划 更因缘忌讳的连接到T-Silk澳洲酒庄 希望可以将最优良的红酒引进 给台湾爱惜红色水钻的人士 可以喝出品味、喝出健康 T-Silk澳洲酒庄是一个有着杰出历史与国际声望的酒庄 位于澳洲上猎人谷 回溯到1825年 时至今日已有183年种植云酿草葡萄酒的历史 1958年由澳洲最知名的酒厂设立 在1967年由当时的澳洲总理Harold Holt 正式命名为T-Silk 1994年酒庄更投下1000万美金 增加先进酿酒技术与设备 2005年在美国成立集团并正式上市 2007年扩展亚洲 国际通路已遍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欧洲、纽西兰、中国、印度 生育享育国际 台湾目前将由非泰补集团已创建优质品酒通路 与品酒师认证制度 期望建立健康与有文化的历史传承 除了本业各项相关产品扩充 如欧规主机、天车零件与CNC零件等 均成立专案与扩编组织 以食权食煤计划之食、衣、住、行、育、乐等十大项目的规划 除了煤盒相关的理念产品 更以FITOP品牌 首先让国人吃得健康的早餐股份系列即将上市 正午节结合34年来7000多家的优质客户 将以企业家族之理念结合 整合资源、联合行销 并形成一个强大的扩展集团 由内到外形成一股扩展国际的洪流 为落实集体资源扩展之目的 也将搭配258幸运车企业家族销售平台 让企业家族之产品容易行销至大陆及国际 我们未来将以地球环保与文化造证之理念 继续为地球与人类之环保 安全、健康、尽一份心力